大家好,我是大卜帖小编,那在这个礼拜10月16号的更新之后,终于台版也推出了第五个文样,那也就是韩版的第四个文样就是沙哈文样,那沙哈文样的这个需求性呢,其实因人而异,那小编必须先说, 说在前面,每个文样都有它的特性,那它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玩法,还有它的需求,绝对会有它的必要性存在,所以大家先不要急着把沙哈文样归类成一个非常不必要的文样,那我待会会分析给大家听,为什么沙哈文样它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那大家也不要先急着就是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说哪一些文样比较强,比较值得投资,小编跟大家建议先听完这段影片,你再去做你自己的文样, 自己的一个思考,其实所有的文样除了格兰肯之外,每一次强化所需要消耗的祝福点数都是差不多的,好,那我们先简单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表格,那这个是沙哈文样的这个表格,然后我们在同时呢,给大家看一下,回顾一下格兰肯文样所需要的这个祝福点数,我们以第十阶来做一个基准好了,第十阶的时候沙哈文样, 第十阶强化的时候沙哈文样要9216点,那格兰肯呢,要13824点,好,OK,这个就是两者之间的差距,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在比较的时候要记得比较一下这个,这个之间的差距,然后来看一下,沙哈文样它主要强调的是在增加MP的部分, 这个是每一阶段,每一个强化它都会增加的部分,然后再来从第三阶开始,也就是第一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开始会增加经验值的奖励,然后从第四个大点开始会增加殷海撒消耗降低的奖励,那这时候呢,经验值的奖励已经来到5%,那MP的话这个大家就参考就好,主要的话是在这两个部分,好,那也就是说沙哈文样是一个对于练功来说,是有办法的, 帮助的一个文样,好,那基本上沙哈文样就是那么的简单,你想要有更快的更好的练功效益,你就来选沙哈文样,我们再来回到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到底这个文样它实用的地方在哪里,好,那这个文样其实很多人都跟格兰肯来比较嘛,说格兰肯呢,它可能比较实用,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分析之类的,好,那小编这边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会点沙哈文样的呢,我觉得会有什么人最适合点,第一个, 分身流,它很适合点,第二个,你想要单一个角色快速冲整的人,你绝对适合去点,这两种人在点沙哈文样的时候,它会有更大的效益,对于它的等级上,会有非常多影响,那其中呢,我要特别举分身流,不是跨幅的哦,跨幅就没有了哦,我特别举分身流这个来,呃,来做一个例子, 因为当你在练分身流的时候,不论你创了几个角色,你一定会经过一个阶段,叫做冲等的阶段,废话,对不对,你就是要冲等,那你要冲等的话,基本上经验值奖励,你一定要够,才会有最快的速度,来达到这个等级, 不论你想要练到的是70级,或者是60级,三角色,这两种玩法都可以,你只要,一般玩家我们以第8阶,我们以第8或第9阶作为一个,一般玩家比较容易达到一个水准,来我们来看一下,强化到第8次,刚才我讲错了哦,不是第8阶,是第8次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第8次,如果说我们以9阶,第9阶,这边啊,第9阶来说的话,好,那这边有经验值加3%,这个是最基本的, 然后9次9,这个已经算是,嗯,运气蛮差的这个情况,但至少至少,你会有奖励,加3%的这个buff,它算是一个buff嘛,那如果你运气稍微还有一点,9次12阶的话,哎,你又加了5%的经验值,然后一台差速度还可以降低,好,那这个文样,它是整个伺服系所有角色都通用的,所以你只要任何一个角色,任何一个时机,去把这个文样, 强化到某一个阶段,就是所有的角色都通用,所以呢,这个一定,在对你,练分身流,或者是新练角色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很直接的一个帮助,好,那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小课玩家,你甚至是几乎没有在打架,那请问,你会需要用到,减伤吗? 你思考一下,你真的用得到吗?我们来看一下,格兰肯文样,大家最爱比较的,来,格兰肯文样增加的是什么?减伤1,但是不是1哦,是1%。好,往下看其实都是算%数的,这个都是算%数的。 那小编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当你的减伤,你的原本的减伤能力越少的时候,它增加这个%数,其实对你的影响是微乎其微。好,假设我今天我的减伤只有个位数,那你加了1%是多少?0.0多,非常的少。 那今天它强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好,是在后面这些东西哦,它有这个减伤,然后还有别加减伤,还有这个死亡的效果。这个对于有在打架的人来说,才是最大的价值所在。但是当你今天都没有在打架,你很少在打架,甚至呢,你也没有在用到这些减伤,甚至你减伤完全都不高的时候,你点这个文样呢,基本上叫做浪费哦,点这个文样才叫做浪费。好,那而且哦,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 格兰可文样它所需要的消耗的这个强化的祝福点数呢,是最高的。它比其他文样都高了1.5倍,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做过一个分析哦,做过一个统计哦,都比所有其他的文样多出1.5倍。所以你真的需要这个格兰可文样呢,还是需要沙漢文样呢,这个完全取决于你是用什么方式来玩这一款游戏。好,那以小编自己为例的话,小编现在目前进行的游戏, 游戏方式叫做分身流。好,我没有跨幅分身,但是我同幅的话呢,是做一个分身流的这个玩法。那我现在在玩的是一种叫做,满60集就三角色,60集就三角色。所以勒,我这时候我就会认为说,我的沙漢文样是必须的。所以在之前,小编在实况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小编一定会到时候来冲这个沙漢文样,就算再怎么倒霉。 9接9,那我也认了。OK,那至少他已经有经验值加3%的这个奖励。 不要小看这些奖励,因为所有的奖励,所有这些能力值都是累积而来。 就像你的武器一样,加8跟加9,或者是加6跟加7,你觉得好像没有差。 但是累积起来,整体的能量累积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他的差很多。 加了3%加了5%看起来没有影响,但是事实上,所有的东西累积起来之后,他的影响是非常多的。 那如果你是有这个练分身流的这个需求的话呢,或者是你正在完成这件事情的话, 小编建议你沙漢文样,你还是要去点。 不要因为别人说了什么东西,你就完全不考虑这件事情了。 那最后我再重复讲一次,沙漢文样,或者是格兰魂文样,甚至其他的文样,每一种文样,都有它存在跟使用的这个价值。 不要因为别人说,这个沙漢文样没有用,你就去不去点它。 真正没有用的是你不懂而去乱点。 这个才就是最没有用的文样。 那我刚才也举了一例子,如果你没有听清楚的话呢,可以在我把影片往回卷,卷回去看。 那我用了打架跟这个分身流这两个最极端的例子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 那希望这一段影片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小编会随时有空的话,会来帮大家做一个解答。 那如果喜欢我们影片,别忘了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 这段影片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咯,拜拜。 。